為什麼我人在下降第二下 然後第三下我就像棒球選手 我撲累了 我覺得這是我出道以來最丟臉的一次 我蠻緊張的 而且其實我到的時候 除了準備工作以外還有一些訪問什麼的 然後這次也是蠻刺激的 因為我們直到訪問最後一刻我尿急 於是我就衝去流動廁所 然後出來的時候 我下那個階梯的時候沒事 因為今天裙子很長 你們應該是不用往下帶 它就是一件普通的裙子 到腳踝啦 然後我下樓梯想說最難的一關過了 結果我不知道為什麼我今天一直踩到裙子 然後走在就是平的路上的時候 我本來覺得我只是 我可以用台語嗎 因為這個我不會講 頓爹 頓爹是什麼 頓爹一下 然後平常我很常這樣 想說就過了 就沒有 竟然我在頓爹的時候 我腦中跑馬燈想說 為什麼我人在下降 第二下然後第三下我就像棒球選手 我撲累了 我就整個從左半邊 就是我的手就是這樣啊 然後我膝蓋也嚕到 但我不會給你們看我的腳 因為我的腳沒有遮 反正就是一大塊啊 然後我整個人有一種 我後來表演完 我跟工作人員說我頭有點暈 然後我覺得這是我出道以來 最丟臉的一次 我會去那個交換禮物 然後今年也蠻酷的 就是算是被約最多團 大概有 以前大概就工作中度過 而且我其實很不浪漫 我沒有特別喜歡送禮 我覺得買禮物對我來說是難題 比背台詞還難 然後就是今年有大概兩三團 都要交換禮物 我也算是人生大突破啦 對我來說真的很難 大家可能覺得沒什麼 這樣 最鏘最好笑 沒有 我還好 啊 有有有 我有一年就是在 應該是在之前的戲劇公司 跟就是 還有一些演員們交換禮物 然後呢 我們是要比爛禮物 那我不知道那個東西 現在還存不存在 因為我抽到那個 那叫什麼 我連他名字都忘記 就一粒一粒的 黃色的 你可以養他喔 水晶好不好 但他沒有生命 然後我收到的時候 然後那個送的 那個 準備這個禮物的人就說 好棒喔 你抽到水晶寶寶 你可以養他耶 然後我就說怎樣 他是會跟我講話嗎 沒有 他沒有生命 但是 這真的是爛禮物 不要開玩笑 我覺得真的太鬧 但是 就是我會怕耶 我想說 為什麼要養他 然後 他明明就 是有靈異體質還什麼 然後後來我就把它丟掉 我覺得很恐怖 因為你知道他丟掉 他會反吃 沒有丟馬 他會反吃 他到底是什麼 就是 他不是一個塑膠製品嗎 騙人 這是靈異故事是不是 騙人 這是靈異故事是不是 好 是靈異故事 好